我是很简单的,第一,我很震惊,因为你去全世界选举之后说我将来怎样重建这个国家, 令我怎样兴旺,很少人会说我可以堆垮他了,我就要搞到一样都反对, 揽炒,就是我全世界未听过有人做了这样的竞选,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有人支持这些人, 这些就是香港人自己拿来的,就是香港人自己决定,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类似, 大多数就可以了,在直选方面一定是,如果他选了很多, 接着他又能够攻陷那些人倒别,就会出现那些情况, 我觉得如果这些情况出现了,一定是大灾难的,因为很简单, 好了,他现在讲得明白,我全部都会反对你的, 即是变成所有财政预算过不了,那就停摆了, 那你想想,那些政府官员全部都没钱出, 那他还没人上班,那所有的倒垃圾没人倒, 清洁也没人做,所以维持什么服务, 什么油局也没什么都没有,这是第一大灾难, 第二,有些人说,不怕,到时阿爷会干预, 但你想想,如果阿爷干预,又不是另一个大灾难吗? 首先不要说他应不应该干预, 因为如果干预也不是没有代价, 干预一定会国际制裁,制裁中国,制裁香港, 香港又是大灾难, 即是说阿爷不干预,又大灾难, 所以结果一定是大灾难, 还可以让大家留意, 你疫症,我几个月而已,我死了, 但这班人是做四年, 你四年大灾难, 那香港要选我, 但我是很悲观的, 我觉得他们很大机会做三十五家,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选举已经不是一个讲理性, 已经不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做好事, 而是说你用什么手法, 你看英国的脱钩,大家都知道, 当时,你看到片子很清楚, 英国有20%英诸, 英诸的人什么都不关心, 很容易被人用什么呢? 仇恨,愤怒,恐惧, 去决定如何投票, 即是说你选举前那几天, 调到一些东西, 他很害怕, 或者他令到很愤怒, 譬如他们用土耳其说, 土耳其的人全部都去了, 那些人就很生气, 然后又说,欧盟, 原来每天有多少亿的英镑在那里, 全部都是假的, 但那些人很多人是不理的, 只看着手机, 特别那些人全部都在看手机, 他看过台信, 他看开那些人说是这样的, 那他一定会这样的, 因为你不是一个平等, 公开,公正的平台, 我的媒体很多都是, 太耳人民村, 都不得理, 跟我香港政府那些真的差很远, 如果人家这么厉害的情况, 我觉得他输的机会是小的, 他们会做到这件事, 绝对会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是比较悲观的, 这个真的, 我坦白说, 我也不太敢想, 直接是, 去年就很主要的例子, 因为其实只有两件事, 第一, 他主要的信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政府做得很差, 电制派保皇党, 你去支持这个政府, 所以你也是坏人, 不应该投, 一定要换人, 所以这是第一个信息, 产生人的愤怒, 第二, 警察, 暴力, 黑暴, 黑警, 警察是没有人可以执行他的, 如果他继续下去, 一定会对付我们, 所以他又反对政策, 反对警察, 政府不作为, 黑警, 这两个是他所谓的黑警, 就做了这件事, 令人愤怒, 仇恨, 让人生气, 我一定要表态, 然后教你用这一票的表态, 然后扣过很精密的配票做法, 每一区有多少人, 你看他赢了一点, 就不是赢了很多, 全没到, 那就很成功了, 那你为什么觉得他这次会失败呢, 我不觉得他会失败, 但是我现在不是说全军覆没, 只有三十五家而已, 有多难? 我们说他拿几席, 真的不是妙党天开的, 他现在区议会都拿了你几席, 起码拿你一席, 所以他们现在不停在工会工作, 其实我觉得是真正令我担心的, 如果你说他最终拿不到, 我会觉得很奇怪, 比较多人觉得一半一半, 但我觉得是六成机会发生的, 我就比较真的担心的, 因为你想想很简单, 就算我这个界别都有人,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是比较守得好的, 是难去工的, 都有人在不断搞的, 你想想那些, 大家知道起码有四五个工人准备是最危险的, 那些是不断搞的,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会失败, 我不觉得他们会失败, 我觉得他们会达到他们要的东西, 如果大家不会清醒, 特别是你去到九月五号, 譬如你去到九月五号才算, 如果他在三号四号发生一些事情, 他能够煽动一些事情, 或者随时会转到那边, 绝对会的, 我想大家要明白那种后果, 和要明白持久性, 因为大家要明白, 区议会是一个咨询性质, 政府发入错, 大家都发入错, 没有什么后果, 但这个真正正是一个管治香港, 而且你也知道, 如果你第一次财政二选案过不了, 政府就解散立法会, 再选一次, 再过不了就解散政府了, 你理论上你真的不能花钱, 那你怎样等到去选, 下一个立法会, 搞几个月, 你怎样去做这些事情, 你这个时间又怎样呢, 是不是要停摆呢, 好了, 当你真正立法会, 那你解散政府的时候, 由谁去接受呢, 你想想很多事情, 现在是没有想过的, 因为没有想过真的会发生, 但现在是有可能的, 所以, 那种你去想想, 你会去不着, 最好不要想这些事情, 但是, 我觉得我是悲观的, 因为可能我知道太多这些事情, 而且知道他们的手法是很厉害的,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香港人是这么清楚的, 我现在有最痛苦的就是,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只是被仇恨, 被这个愤怒, 蒙蔽了, 他投的票就是这样投, 否则英国也不会, 将错就错, 他都掉了钩, 事实上是透过很科学法, 大数据, 很精准地去, 真的可以影响到人, 现在是真的做到, 以前做不到的, 现在你真的用手机, 用一些Facebook, 用一些Instagram, 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 首先我要讲讲修成期, 因为如果你看回场景, 其实那段片是15分钟的, 但是被人抽了几个字出来, 其实我当时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中产的心努力情, 因为我们这些很明显代表, 你知道我们由最穷的地方出身, 又做了很多家公司, 很努力地, 当然上天给予机会, 也去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我又管过人, 社会练历也有, 也有很长的工作, 我知道建立一个成果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想想, 香港为何有今时今, 就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我们这一代人, 即是很多现在都五六十岁的人, 你这么幼稚不会, 但你也有提供二三十年, 即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你是付出很多, 我们那年代是不会靠政府的, 我那时上班, 我上班, 我上班, 我上班就去读夜学校, 夜学校再读专业试, 十二点多才睡觉, 也整天睡不到觉, 我们又不觉得政府差, 自己是很努力地去做, 有个机会, 那时就是专心做事, 只是靠自己, 我们的想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一代人这么辛苦, 有些有些成果, 但是我们已经去到一百年多, 五六十岁了, 你说要摧毁了我们, 你说要攬炒, 你攬炒了我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去建立, 那些年轻人你可以再建立, 但我们这些中产的人数很多, 可能有一百多万, 起码这些人是不能再去兴建的, 因为我们这些幼点, 怎会再建立成果呢, 你说我们这些很辛辛苦苦, 靠自己的力量, 建立成果的人, 去保护自己的成果, 是我自私, 还是你这些没有建立过任何东西, 去摧毁我自私呢, 我觉得他们是自私, 我们这些兄弟, 或者很多中产, 都经常不断跟我说, 你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跟我说, 到哪里都有人跟我说, 陈先生, 他们去建立他的东西, 摧毁, 大家不会反对, 但是你没有权, 或者你没有资格, 去摧毁我们建立的东西, 而且明知你摧毁了, 我们建立不了, 好了, 年轻人, 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悲观, 因为我绝对相信, 那些很激烈, 或者走歪了的年, 不会超过半月十, 我想是十多个百分比, 可能很多人都是反政府, 但是这些人, 我想可能有六七成的人是反政府, 在年轻人,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人都是一样很努力去做事, 因为我好像很好笑, 这是真人真事, 我去问一个, 不过他也可能不是年轻人, 差不多要求30岁, 我问他,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然后他跟我说, 你问我错了, 我不群这些人, 我的朋友都是很努力上春的, 努力去做事, 我现在做职业师, 不断努力去赚钱, 我不是群他们那些人, 我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我在香港, 我相信是绝大部分, 我想我们所谓比较走歪路, 或者比较好惊, 或者会去做一些反社会的事, 我想最多都是十几百分比, 但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大学里面, 你搞事, 搞的时候最多是十几百分比, 但那八成的人, 因为你没有出声, 人家就当是你那些人, 所以你看到今年的人很惨, 很多人都找不到他做, 我都说, 做商家都不敢再聘这两年毕业, 其实他不出声, 后果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 你说我究竟是, 担棉, 激, 野博, 我又觉得, 我是有改善的空间, 因为有时, 我真的, 口直心快, 觉得是对, 我就说,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会不断去改善, 但你说, 叫我见到一些不公道, 不公意的东西, 有很多人被人骗, 被人骗, 去做一些东西, 而他不出声, 我又觉得很难做,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 你有见到几多个议员的子女, 在社会时被人逮捕去,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一个也没有, 但是, 你又可以调别人去, 调别人的子女, 你快点出来, 我很专定你, 多谢你帮我们出来, 我当年不敢做, 你调你的子女去做事, 我就专定你, 你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后患无穷, 很多人被人逮捕, 那些父母耳泪洗脸, 你的前途就没有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补偿给人呢? 你还说, 坐监令人生更精彩, 这些东西都说得出的人, 你怎么可以相信这些人呢? 我看到这些不公意, 我会很愤怒, 即使我受到极大攻击, 很多人都来骂我, 当然也有人支持, 但是, 我也觉得是要指出, 要不然, 你坐在这个位置做什么呢? 你做什么要, 你这么辛苦, 放弃这么多, 赚钱的机会, 去到这些地方, 你都不去用这个发声, 那你做什么可以, 不如回家睡觉吧, 不满意的政府, 起码有六七成的, 在年轻人面, 一定有这些, 但是, 真正正会做一些, 反社会, 甚至冲出来, 或者伤害人, 我想最多都是, 十两百分, 我不觉得会是大部分, 好吗? 其实不是, 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这件事, 其实他们完全不是这么想, 这个才是最令人惊的地方, 就是, 他们以为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 但我觉得他们正在做错误, 他是满康以成, 是想自己有一个, 很简单, 2047, 现在还有20多年, 坦白说, 没有这个社会事件, 没有占中, 我相信, 我们是, 2047之后, 会继续50年, 甚至自动高度, 但到今时今日, 我相信, 就不会了, 我相信, 可能到时, 就是说, 你得到, 延造机会就小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 怎会延造一国两制, 就是说, 这会对香港是好事, 但对中国也有好事才可以, 但如果你说, 延造一国两制, 是对中国是一个威胁的, 不但做不到好处, 现在香港更好,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窗口, 其实是需要香港, 去做一些外币, 或者是换外币入来, 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互相依赖, 就是说, 中央也要靠香港做到这件事, 香港也要靠国家这么多机会, 很多人去做, 这些年轻人, 我绝对不觉得, 他们是故意去揽炒, 而是他们被人用途了, 以为这是一个正觉方法, 因为他们被人洗脑, 就是说, 以前跟他们说, 说是否有用, 一定要用激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激的方法, 是有短期的效果, 有长期的效果, 很简单, 你去做事, 他一定不会听说, 你拿刀放在一条颈子, 他会做, 但做完他会拘捕你, 但那一刻, 你不就像做到事, 而是一样, 你现在这样做, 你出去暴力, 甚至搞到香港都亂了, 政府当然有点都要遵法, 所以我关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说, 这些很可能都是满腔热成的, 他们是为了自己, 为了香港, 他们是用一个好的目标去做, 用错方法, 被人陷入, 但是有些人如人得理, 人家因为你这样做, 已经拿到你选票, 他已经上了位, 他已经赚了钱, 但你诚勢的后果, 你自己承担, 这才是最痛苦的地方, 因为他们是走错路, 我觉得, 他应该怎么走呢? 不是这样, 而是证明给爷爷看, 我们现在香港继续, 一国两制, 给我们多一点自由, 只会让我们, 大家都各有好处, 就是爷爷也好, 我也好, 如果你不断改变, 你变成一国一制, 其实对香港也不好, 你走这条路, 你不是去, 爷爷这么健碩, 你走去贴持他, 有没有搞错, 美国也害怕你, 怕你香港, 我这些人怎样想起, 但是很多人最惨的, 就是受了一途, 这个真的很可惜, 我是很悲观的, 否则也不会做保险, 不是, 为何保险呢? 就是, 我们会想到最差的情况, 然后想到那个做法是怎样, 然后去解决这个困难, 就是这样, 有些人很乐观, 就只是想好东西, 但是, 当你坏的时候, 你怎样算?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对方很厉害玩这些游戏,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民主派, 那我们就变成非民主派, 就是我们不民主, 现在还怕我们不死, 还要问什么, 建制派保皇党, 要确认你是他手机器, 他要首先在形象上, 先讲你, 先把你丑化, 其实他们很厉害做这些, 建制派就很差做这些, 根本就不懂做这些, 就很纯良地在这, 人家都会打烂架, 你还在跟他做君子, 你就死硬了, 所以就很虧张, 是很吃虧的, 我觉得这样, 如果你看到那些东西, 你看到财务也是, 对方很自由, 常常反对你, 如果建制派都不去支持政府, 我什么都不用做, 高铁也不用建, 港珠澳也不用建, 他就说是, 欠了很多钱就好了, 是否真的呢? 很简单, 港珠澳, 高铁, 这些是接近成千亿的东西, 但你想想, 如果今时今日, 你再建一条, 港珠澳高铁, 你是不是要花多少钱? 因为我们建的, 是一百年的使用期, 你一百年都会用, 还有, 你没有这些东西, 就有很多优势, 这些高铁现在多方便, 港珠澳将来都是, 暂时看不到, 但大湾区将来很兴旺, 你都是要用的, 大家做过装修就知道, 装修家, 我只知道越来越贵, 以前十万元, 都有这些东西看, 现在二十元都看不到, 现在三十元都看不到, 又不断加价, 现在一百万装修, 都不是很多东西看得到,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通胀, 所以你起落, 有时会说是大筆帐, 但最惨的, 你现在骂到他, 骂到他, 到你十年后, 或者二十年后, 那些子孙说, 这个真是正, 我们已经被人骂到他, 就是这些伤害是断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觉得, 绝对不是建制, 而且大家也明白, 现在不能支持政府, 一定要跟政府说, 你支持得有道理, 其实以前也是这样, 不过你不知道他背后做了多少功夫, 政府已经改了很多东西, 因为所谓的建制派, 他不支持, 政府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那时背后做了很多东西, 有些出德, 大家都觉得, 出去都会被人骂, 不过你为了长远, 没办法, 我们一定要做, 难道什么都不做吗? 你想想, 如果建制派, 不是做一个, 就像一个执政党, 要支持一个政府, 要死硬的, 那你怎样做呢? 那我就常常冲突, 因为慢慢开始有这个情况, 因为他们都不归队, 现在有些人都觉得, 我理得你, 我要选队, 就是慢慢有这种气氛出来, 所以我觉得, 建设派是比较能够反映到, 真相就是, 我们是建设派, 他们是非建设派, 他们也不用代言, 哈哈哈哈 盗犯条例, 其实我觉得, 你说他是否完全不错呢, 其实, 我也认为, 但怎样, 为什么有很多人都会支持, 因为政府, 要明白, 让人家弄了山寨范委员, 所以没有机会详细论, 现在没有机会去谈, 政府也不表态, 在这里不解释 因为连建制都反对 这就是搞了三年 接下来五年七年都可以豁免 即是让大家安心 你又对国家的司法制度担心 我又搞到是由中央专题出来 做了很多功夫 去减低大家的信心 但因为公关做到非 差到不得了 这些好东西没人知道 其实最后的版本也不太差 其实也很清晰的 港东民是哪些哪一类 其实主要都是经济犯罪才做 但是现实就是 你没有机会港大众 如果有个民情是这么多的话 反对你真的不应该做 所以合理都会撤回 但如果有很多本意 如果有很多本意 其实修订是预备在法律上提出的 你都没有过这个完成过程 你都不知道最后是怎样 但一早被人已经杀了 竟然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 做一个A4委员会 让你又开不了会 又冲突又打架 他怎样死也不让你进去开会 就是怕你解释到真相给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政治原来这么复杂 很多事情我和你比较清楚 所以我看到很多不公义 我就很担心 这当然是政府误判的失误 而且很简单 如果当时第一次 你不要说什么暂缓 你用撤回 有很多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到这样 很多时候火烧力很大 才去做 要有很多水才淋得到 这个政府在哪些位的判断 肯定是做很多错事 都不会搞到这样 如果不能比较 一定会骂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低估 作为一个政府 要考虑多的要考虑的地方 例如说出海风间 其实现在都证明 很多人是两地做事 都不少人 可能十几二十万 两地都做不到 短期可以 长期真的死得 你说是否这么容易 其实是逼住来的 大家要明白 每一个政策 都有着又不着 有痛又不痛 有好处 但也有痛楚 可能痛楚不是在你身上 你又觉得没什么 为何不做 很多时候 大家的观点 对于事件 都看不到真相 你都不是握手 你都不知道原来 他做的决定 是有左右骂你又又骂你 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所以觉得很容易 好了 现在都比较了 全世界的政府 每个人都比香港更坏 都比香港更坏 什么都要设备 你说香港医疗的人 不够设备 我那不就更麻烦 甚至只有七天 那些事情 所以你又看到 很多地方都要改好 但是不是很坏 如果很坏 怎会这么多人 走回香港 始终香港的基建 等于我们以前 我们做了这么多 这一代人 这几十年 很努力 搞到香港的基建 都是好事 很多制度都是好事 所以坏 都是慢慢变差的 你看到的 脚是最诚实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外国飙回香港 搞到香港这么大 有些人 我觉得很自私 来到去到 自己坐飞机 就这么小心 香港就 无地坦到处去 搞到我们这么多 全部都 在他们回来之前 都只有一百多钟 现在变了这么多 所以 其实不是大家 这么表面 我想大家 最好是想想 怎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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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实实在做得好些 多些提建的 比不断地罵 小儿子 你儿子被骂两句 也不可以理你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给什么分 大家都会骂我 所以我不给分 以前不是太敢言 不要乱敢言 因为很简单 有些人喜欢政府 你打低又骂你 有些人很恨政府 你打一分 他都会骂你 我做什么要做 多个尺都不同 我不要说其他东西 你现在在香港 都这么大疫情 这么大的苏联 香港仍然有这么多钱 仍然有能力去反弹 我觉得整体来说 应该合格 好 吧 来吧 来吧 那我们 pains 我们去前面 就当天 摆桥 那待会儿 iale 那组